包装车带到 靠zew一格的 参加巴塞尔香港博吶辉 作品名字叫《星空》 '07年'就买了一把枪 这个枪是从网购的一枪 淘宝 我又是那种挺喜欢那种 有事件感的 后来我有枪了以后 也开始搜集这个枪 留下的一些事件 所以我就找到了很多 当时这个89清场的时候 留下的都 当时有人拍过这些照片 主要是枪 这是一个很敏感的事情 所以他们就马上就过来查了 所以我就赶紧把这个枪 找了一个加工钢材的地方 就把这个枪就 就给一段一段给锯掉了 想在巴塞尔香港博览会上 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个事了 后来我们等于找到了 山里头这个地方这个跋场 听他们说 我们可以让你来包这个活吗 也是多给一些钱 巴塞尔就是在这个北京的这个正北 就是这个靠近十三岭的这么一个地方 总共做了三次去了 最后剩下来就是三十张好的 所以它出来的以后 比如说我们每一个孔都有标记 出来以后是要经过一个选配的 这个东西是一个就是一个星空一样的东西 你看似是无形的 没有没有理由的或者说没有 但是实际上它里头包含的过程比较多 不是追求一个效果 我也不是喜欢破碎的东西 或者说是坏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我是让它好 比如说最近我在做尾向 实际上它是不论是从政治的含义上角度来说 还是从雕塑语言来说 都是推进了一步 经过乒乓球这个系列和尾向的系列以后 我就基本上东西形象感就消除了 但是依然好像是一个装置或者是一个雕塑 我现在尽量是把它可能会出问题的部分消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转发 打赏支持 欢迎访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